今年1月17号John Borgel去世了 你也许没有听过约翰伯格的名字 或是他创办的Vanguard先锋集团 但是伯格对普通投资人的影响 甚至比巴菲特还要大 1974年他创办了世界上第一个指数基金公司 为散户提供了价廉物美的分散投资产品 今天Vanguard管理的资产规模 高达5万亿美金 下面是五个鲜为人知的约翰伯格小知识 1974年伯格读到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 保罗·撒米尔森的一篇论文 呼吁有实知识能够创办一个指数基金 伯格心想 撒米尔森是个好经济学家 说的应该有道理 Vanguard就这样成立了 伯格的宗旨是造福投资人 Vanguard一开始就借用合作信用社的股权模式 类似是一个非盈利组织 费用和成本持平 如果股东赚了钱不是分红 而是降低来年收费 巴菲特和伯格一次在酒店大堂相遇并成为朋友 巴菲特一直推荐散户购买指数基金 就连为妻子设立信托基金的时候 投资对象就是Vanguard的第一个产品 标准普尔500指数基金 满街都是ETF的今天 Vanguard还有价值吗 伯格几年前曾告诫大家 全世界正进入一个长期的低收益时期 股市的长期回报可能只有每年5% 债券2% 在这样的环境中 选择Vanguard这种成本收费的公司尤为重要 因为即便1%的费用 可能也占了你整体收益的1% 约翰伯格可能是华尔街最穷的投资教父 个人净值只有8000万美金左右 即便如此 生前他每月将一半的工资都捐给慈善机构 当问到自己一生的遗憾时 他说可惜没有更多的钱可以做慈善 这样的资本家恐怕很难再见一次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